我们可以看到了庞哲的这样一份观察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利得正确 香港董事总经理王荣坤先生 继续和我们来探讨 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好 王先生 王先生可以看到 美联储局鲍娃尔昨天晚上 这个暗示说最早会在12月份 就会放缓加息的脚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美联储的这个 转割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大 同时呢鲍娃尔还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9月份给这个4.6%这个利率 很可能会相当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就是这个基准利率的这个上限 那怎么来看这个终端利率 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中 我觉得终端利率在5%到5.25%之间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因为你要说这个联储局 最近这一段时间放割的 我想除了鲍娃尔昨天晚上 算是比较割派之外 那就是之前有一个Brainner出来放割 其他的在上周到上上周之间 大概有25个人次的联储局官员 出来讲话 那其实基本上20次 全是阴或者基因的 其中两个比较具代表意义的 这个联储局官员 一个是这个圣路易斯的 James Fuller 另外一次纽约的John Williams 那这两个都是说 中墨利率在5%到7%之间 是比较合理的 而他这个尤其是James Fuller 说了两次 他自己看在5%到7%的这个区间 他有可能是在5.25% 那他是说这番说话出来 并不仅仅是为了因而因 因为他后面的这个理论基础 就是那个Taylor Rule 而且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个Core PCE的这个数字出来 也差不多有4.6%楼上 那所以如果把这个通胀再计算进去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的民意利率 仅仅是在4或者4.75这个税水准 我觉得未必真的能把通胀压下去 那所以如果市场上面是觉得说 鲍尔鲍尔昨天是一个比较鸽派的一个言论 我觉得是有待商榷 你看这个股市跟债市的反应都比较大 债市的反应更大 但是你要把这个昨天晚上股市的 这个上升的幅度做个细分 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主要升起上来 除了有对中国这个完全放开的憧憬之外 我们也看到参议院那边 其实是对美国的这个工会的 铁路工会的这个罢工 是通过了一个反对议案 那这一波是带动了美股的第一波升幅 而在鲍威尔关于这个息率的谈话之中 我们看到美股其实是有小小的一点下跌 在谈完这个息率之后 再去谈劳工市场和就业市场的时候 你才看到美股又再一次爆上 但同时间你会看到在美股爆上 美债息下跌 美债的价格爆上的同时 这个按照短期利率所衍生出来的 周末利率的走势 下年的加息的幅度就是会往下走 然后在下下年的减息的幅度 反而会往上升 那这个就跟鲍威尔所提到的 基本上也就是说higher for longer 维持高息率在更长的一段时间点的 这种讲话中的这个大意呢 其实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会觉得市场现在对周末利率的看法 有一点过于乐观 所以整体来看您觉得 我们很可能推断就是市场 现在有一种过热的反应 但我们可以看到鲍威尔特别提到的 就说现在来看通胀 其实在美国经济当中广泛的蔓延了 而且基本没有看到通胀减缓的方面 有明显的改善 所以短期之内它不会考虑出现降息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就是说美联储是出现了一个转变 只是说它这个转变的过程 只是把加息的时间拉长 那么加息的幅度 可能会每一次稍微小一点 就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情况 那这和之前相比这种 极尽大幅加息的情况来应对通胀来说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觉得对上次我们在这个节目之中 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看法 就是hire for longer 这个大概就是美联储之后的 一贯的加息的方向 他其实你要看鲍威尔 他昨天讲话之中 有提到了这个劳工薪酬的增加 你要分析他的这个语调语气的话 你会发现他对劳工薪酬 已经见顶的这种看法 其实并没有11月的那一份 联储局的一息声明之中 来得那么有信心 那么乐观 他仍然觉得劳工市场有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劳动力的紧缺 而这个劳工薪酬有可能继续在攀升 那对联储局来说 这就不是一个控制 把这个通胀已经控制下来的一个好的征兆 那对他们来说 他们需要提高息率去打击这个需求 打击需求之后 就会影响到劳工市场的需求 劳工市场需求并不够旺盛 那也会令到这个劳工 这个薪酬的增加开始降低 那这样才会有一个完整的链条下来 可以控制到通胀 那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会觉得说他虽然是割派了 或者说他虽然加息的幅度减缓了 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过 他需要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把这个货币政策的传导 有效地反映在这个实体经济 以及劳工薪酬的这个增加上面 那我们倾向于仍然是觉得 现在他们要维持hire for longer 这个区间会比较长 一直要到明年年底 大概是到第四季的最后那一两个月 都还要维持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美联助主义报外 不管他说的是鸽派还是鹰派的言论 但至少有一点可能是大家取得的共识 就是接下来美国的经济前景 似乎并不那么的乐观 那美国似乎陷入到经济衰退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那衰退是不是真的会来 还是硬着路呢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和王仁坤先生 一块来讨论 稍后见 稍后见